泰南市立圖書館永康新總務館 想要喝水拿出了水瓶 工作人員拿出的透明大水瓶 讓人嚇了一大跳 這樣裝水恰當嗎 但是 早上開館一個小時左右 飲水機已經沒有半滴水 機器得重新製作 看看另外一個南區 沿城圖書館 狀況也差不多 因為主館沒有開 我就要自己自備大水 不然真的沒水可以用 不然就要到附近的7-mile 把他水都弄光這樣子 對啊而且真的就是那幾個 大概都兩三千cc那種 對就很困難啊 很糟糕啊 不糟糕嗎 這是公共財 而且也不是他們家的飲水機 到圖書館讀書 拿隨身的水杯來裝水 要捧運氣 民眾指控一連四季 都會有人一開館 就拿大桶子來裝水 才會導致想喝的人沒水可裝 那也會有他們的理由 我家水管破掉啊 還是我家飲水機壞掉 就是好像蠻合理 都大概牛奶瓶的大小 有手把式的大概兩千毫吧 對啊有的不只一罐牛奶瓶 然後可能兩罐三罐 都會讓大桶子再裝起來 圖書館管理人員也很苦惱 裝水的民眾屢勸不聽 提醒的告示 標注著五百cc 就貼在飲水機旁邊 似乎沒有發揮作用 那你說你把它拿回去 你自己在家裡自己用的話 這樣有一點 比較不好啦 公眾使用的圖書館 飲水機加水不及 讓想喝的民眾無水可用 官方人員除了告示之外 也會加強巡邏 但是口頭勸誡 遏止不了歪風 該怎麼辦 恐怕還得進一步研究 三連新聞王少爺 朱一榮台南報導